由美国英龙传媒 环球东方广播电视台 新思路时尚机构联合主办的 2016美国新思路模特大赛 将再次举行 8月12日 在洛杉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主办方代表 当地的政府官员 协办方代表 各社团负责人 以及时尚文化界专家学者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那么我们非常希望 今年美国的新思路模特大赛 能够选出优秀的选手 在过去的几年 美国赛区的冠军 都在中国取得了 亚军和季军的好成绩 希望今年的冠军 能够承载着美国年轻人的梦想 能够在中国的最后的总决赛当中 获得冠军的好的名次 那英龙传媒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为美国的年轻的 一代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平台 来展现他们的才华和实现他们的梦想 所以今年我们再一次很荣幸的 和中国的第一时尚品牌 新思路合作 为美国的年轻人来搭建 这么一个美丽的平台 2016美国新思路摩托大赛决赛 将于8月27日晚 在洛杉矶西克维纳市举行 美国赛区冠军将去中国 参加新思路摩托大赛总决赛 过去几届的美国赛区冠军 均在中国决赛中获得亚军和季军的优异成绩 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 也非常的高兴 这个活动有这么多朋友来支持 各界的朋友 包括各方面的文化团体和协会 都来支持我们的条件 也很支持这个活动 所以说我们作为中美文化经济交流协会 也希望能够对这个活动给予大力的支持 并且我们预祝这个活动能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期待着它 美国赛区将决出冠亚冀军 其最具人气甲 决赛前将会有第一轮的海选 及入围面试 今年已经是美国新思路摩托大赛的 第四届比赛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